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兩集馬金貓就去了漫遊錄移道 真是很慢的 還有去了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叫紫宿 這一集馬金貓究竟又去了哪呢 然後你看到這一幕 你肯定猜到了 是不是呢 馬金貓這次去了很多紅的紅本 還會有紅本自己坐了三個小時巴士 去到高千歲峽 一出了這個紅本站之後呢 就會見到這些單鬼列車的了 在紅本裡面玩呢 無論你去紅本的哪裡都好 坐這些單鬼列車基本上都會到 馬金貓的天性懶過蟬斗的嘛 所以選了一間酒店連車都不用搭 就在這個紅本站旁邊的 出了紅本站之後呢 沿著一條有蓋通道 走走走走 兩分鐘左右我猜 就會到了這間酒店的了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紅本新酒店 哎呀 不過呢 你又不誤會喔 它的名字叫新酒店 但是這一間東西呢 就不是新的 這一間東西呢 都夠夠的了 不過呢 其中一層 就重新裝修過的 叫做舒適樓層 馬金貓啊 好怕黑的 所以呢 有得選的話 當然是選一些裝修過的 可能呢 會乾一點吧 這裡有兩道木門 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房子呢 嘩 原來是升降機來的 這一層呢 就是所謂的舒適樓層 這一間房子跟日本的酒店房呢 其實都很相似的 但是又不是很大啦 但是又乾乾淨淨 好企理那樣 馬金貓如果沒有被神聖馬金貓 趕了去睡沙發的話呢 就應該兩晚都會睡在這張床上的了 這一間的酒店 雖然真的不是很大啦 但是廁所 都會有個浴缸在這裡的 如果呢 你身高 只有153的話呢 睡在浴缸上 應該就不用縮腳 身高只有153 原來都有它的好處 馬金貓放下行李之後呢 就出去逛街啦 由紅本鎮門口 乘電車來到這個新島丁站呢 一下車就會見到這個極大商場 這裡呢 就叫做Sakua Marche 這個商場對面呢 就是紅本很出名的購物區 嘩 見到馬金貓和師兄馬金貓 還跟鏡頭揮手啊 哎呀 終於讓大家見到馬金貓的樣子啊 這個商場呢 就有三四層左右 裡面還有一個巴士總站 說大又不是很大 說小又不是很小 裡面有一些100日圓店 還有這些噴煙的甜品店 那馬金貓來到這裡了 最想看的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想天台那裡找你一隻熊 這一隻熊呢 馬金貓翻查紀錄之後 發現他原來姓熊的 他的全名就叫做熊本熊 他的姓和名字呢 其實都有一個熊字的 走完這個商場之後呢 馬金貓就走過對面了 這裡呢 就是熊本的上下通了 有蓋的 兩邊的店通常都是食物比較多 所以如果呢 你要走的話呢 早一點的時候就走商場 不然一早就關門了 到商場關門之後呢 就走到這裡 就在這裡可以找食物 靜靜地告訴你啊 熊本人呢 不知為什麼很喜歡吃馬的 幸好馬金貓呢 是貓來的 這裡有些餐廳啊 整間都是吃馬的 有馬的散散波 馬的燒肉 和馬的刺身 馬金貓說 不如吃一次吧 刺成馬金貓就說 很噁心 隨便吃了點東西之後呢 就回酒店睡覺了 因為今天呢 一大清早 我們就要坐巴士 去高千歲啊 要去高千歲呢 其實都很麻煩的 因為很遠的 從熊本去呢 很多人都會自己開車去的 有些人就會報KKday 或者KLOOK那些團 不過那些團呢 其實都是幫你預約馬金貓現在乘的這架巴士的 這架巴士 如果自己預約的話呢 由熊本站出發 直接去到高千歲 一程呢 就說2650日 說八多元而已 回來又再給多八多元 即是二百多元 就可以來回高千歲了 不過呢 這架車 一天一班的 你要去 你要預約的話 就早點預約 這架車開出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熊本站對出 這一個7號巴士站 9點11分就會開車的 馬金貓跟酒店下來呢 走五秒而已 就已經到你一個巴士站了 報名的時候呢 你就寫下自己的名字 那巴士司機就會知道你的名字 你上車的時候跟他說 我是媽家貓 那他就會讓你上車的了 坐了兩個小時之後呢 大家就會一起下車ofv 之後呢 就再上車去回目的地 哎呀 這架車最壞呢 就要走三個小時 現在見到這一個呢 就是高千歲巴士總站了 那就是呢 走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要認住在這裏 尋回巴士 有些人就會決定 在巴士站坐的士 直接去高千歲口 馬金貓就決定走路 哎呀 不是馬金貓孤寒啊 因為馬金貓呢 想吃路中間其中一間餐廳 就會是現在見到的這一間 這樣的東西了 這一間東西吃什麼呢 就是吃高千歲的和牛 現在見到這一個的價錢呢 全部都是肚餐的價錢 有飯啊 沙拉 野飲那些全部包了 馬金貓就吃三號餐了 叫多一點 叫150克線 神聖華金貓就叫一個四號餐 叫100克肉 又讓你猜一下 你看到現在這一堆肉 你覺得它是100克 還是150克呢 其實呢 是馬金貓那個餐來的 是沙拉扒 那塊肉呢 不要切完就這樣放進口 放上那塊石頭那裡 煎一煎它 不要想要拍照照片那麼久啊 石頭冷了 放上去就不會自自聲的了 當你沒有自自聲的時候呢 你試著放一手指上去 看看石頭還要不要 如果你很大石的話呢 這裡就有個好處的 不是那些排飲食啊 是白飯飲食 這塊呢 就由神聖馬金貓叫了 四號餐 那個100克的牛柳餐了 看上去呢 和馬金貓 150克的牛肉 其實好像差不多大一樣 它還救得來個馬金貓 看看它這塊石 還有沒有字字聲呢 炸型水 煎一下煎一下 哦 這樣又差不多沒有了一萬yen了 這一家餐廳 就叫高千穗 鵝那樣 然後呢 就繼續順路 向高千穗峭那邊走 中途 就會看到這個高千穗神社的了 如果你一直抱走的話呢 有巴之浸 走到來這裏 其實十分鐘都不用 原來還是落斜的 所以大陸巴士站千萬不要那麼蠢 乘的士去高清瑞俠 回頭的時候才搭吧 看完神社之後就繼續步走 走多十多分鐘這些沿途落斜的山路之後 就會到了這個高千歲俠 沿路的山路就不是很多人 難道全部人真的走去搭的士 還是馬金貓走錯路呢 高千歲俠就有很多個店 現在最有名的就是吃流水麵 哎呀這些流水麵有什麼好吃 淡麥麥這樣的 剛才那個牛多好吃 給你選擇 你自己選吧 吃這隻流水麵 還是吃剛才那些高千歲和牛 吃東西都是其次 來到這裡都是看風景 來到這裡這個景這個的福布 有很多的船仔在下面 今天馬金貓來到的時候 都有船仔 不過水位高漲開不到船 那沒辦法 馬金貓只可以在山那裡四處走 來到這裡就是看這些風景的了 有些綠色的水 有一顆粒的岩石柱 還有一些流水福布 還想著呢 一旦來到 推人家的船 邁去個福布 直到人家 結果 大家一齊都沒得玩 看來水都好像不太急 那樣 為什麼不可以撐船呢 原來 這樣想就錯了 成功找到的士 返回巴士站 千萬不要遲到 否則明天才可以走 租酒店了你 又乘三個鐘頭車 終於回到紅本了 下車第一件事 做什麼好呢 吃東西啦 再不吃東西 紅本的餐廳全部關門了 馬金貓就在紅本站下車了 紅本站旁邊 就有一個AMU商場 上面就有這間聖烈亭炸豬扒 好出名的嘛 就來這裡試試什麼味 馬金貓就叫了兩個餐 馬金貓叫那個 那個呢 就是最便宜一五零那個餐來的 厚的炸豬扒 那次聖馬金貓呢 就叫另一隻豬 還有叫多一隻蝦 那 沒吃東西之前呢 記得做著運動先 倒些芝麻下去 不斷磨不斷磨不斷磨 因為這一餐呢 你會吃了很多卡路里落土的 消耗一點點先啦 那 要吃東西吃得均衡的話呢 這裡都有一瓶雪菜給你 整瓶放在這裡 就給你飲食的了 這個呢 就是馬金貓叫那個餐 2150日 叫那些不知什麼厚什麼 不知什麼豬扒 那樣的東西 這裡的炸豬扒 其實又炸得挺鬆化 又挺好吃的 不過呢 你不要以為 只有一塊很少那樣 你吃到下去的時候 很飽的 馬金貓這麼大吃呢 吃一塊東西 就已經吃飽了 次程馬金貓 還有一隻蝦 看他怎麼辦 他這份餐的焦點 就不再在豬扒裡了 那隻蝦呢 你來到 一定要叫一隻試一下 真是很美味的大虎蝦 吃了整塊炸豬扒 快點回酒店睡覺 早點睡 他人沒那麼熱氣 反正 第二天一個早上 又要來這個熊本城 乘過路面電車 乘幾個站 就來到熊本城 在這裡下車之後 走幾分鐘 就會去到熊本城 熊本城有什麼看 都是那個城 如果你去過大阪城 其實都是差不多 很多東西來的 不過這個熊本城下面 就有一個叫做城彩院的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一些古色古香的街道來的 裡面最重要 很多店舖 很多食物買的 馬金貓來到熊本 始終對一樣東西 都是念念不忘的 就是馬肉 人家個個在這裡吃馬肉 馬金貓一口都沒吃過 如果跟你一起來的朋友 不肯吃馬肉的話 你來到這裡 有辦法 這間店 門口 你看到嗎 有馬肉壽司買的 還有這個炸馬肉餅 這兩塊 就是血淋淋的馬肉壽司 你看看 跟你街市買的 免治豬肉 差不多樣的 吃下去 其實一點都不噁心 其實好像在吃吞牙魚蓉 你已經血淋淋的馬肉了 就吃這塊 這塊就是炸了馬肉餅 如果你嫌不吃馬肉 也是太噁心的話 那就吃一樣 更殘忍的東西 哎呀 一開始不是介紹過給你 有個人姓熊 叫阿熊 你就可以在這裡 吃一隻隻的熊本熊 這些熊本熊 每隻都不同味 如果你買一隻的話 就330日圓 如果你要吃到全家的話 一家六口 1500日圓 那就已經吃得到 唉 熊命何價 一隻這樣的熊本熊 很安場地 就躺在這裡了 好 好 哼,音樂播完,洪本城都看完咯 來到這裡,影片又完結了 洪本這一個地方,跟鹿兒島和紫蘇相比 人就多好多了,食物都多好多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洪本王先生的話 趁現在機票還是便宜的,快點過來洪本啦 記得留言、LIKE把這條片 和分享給你喜歡去日本的朋友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的,拜拜